这是一首诗,讲述了我们的修行诗篇 世事含佛理,处处有因缘 揭示了人生中的因果关系和佛理 告诉我们要珍惜当下,广结善缘 这也是一首歌,充满慈悲与希望的赞歌 人生成难得,修行莫等闲 引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感受到菩萨的慈悲与力量 这更是一声号角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给予我们一往无前向往极乐的信心和勇气 这就是慈光 南无荷拉达纳多拉亚耶 南无阿利耶 陀罗吉地受佛拉耶 我女儿还在我肚子里面的时候 就听我念大悲咒了 然后每个星期路都跟我一起去观仪式参加共修 我说很开心的是,她还没出生,都接触到大悲咒了 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有菩萨,爸爸菩萨 好乖哦 我年大悲咒五年多了 以前我有神经验 从那个大门口到那个洗手间 短短十几年 我要走半个多小时,中途还要休息 你说也好痛 如果我没有遇到大悲咒 没有遇到去经济群 没有遇到观仪式参加菩萨 很难想象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看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我每天早上都会参加精进群的公修 已经坚持了有三年了 然后公修结束之后呢 我就开始准备忙着给女儿们做早餐了 我觉得学佛之后心态平衡了很多 而且家庭矛盾也减少了很多 我们一家人都学佛好 现在家里面每一天都在上演 强套大战 强套给菩萨上香的几乎 今天开始 礼拜一三五 姐姐 儿时 妹妹 礼拜六礼拜天 爸爸妈妈 我看我们现在一家人超超老了的 但是自从学佛以后 我们还是很快乐 妈 奋斗师兄跟我说 群主请了观世音菩萨 到我们的公修店 我要去 但是那个舅舅的爸妈 忍了嘛 不必要背你去 好 我爸爸呀 患有飞机中 还有血液 妈妈呀 又是伤害 叔父呀 从妈妈让我们一家来 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悲观 搬到我去的我们 今生还有真的悠閒的时间 本家的紧紧休息 我们的一生都伴随着大悲咒 永不退转 伍体液 未三夜 世家看见 流星而开 看看众生 接据 佛种的情缘 原生 原生原灭 运转不息 这首佛曲 曲名 慈光 代表佛陀 也代表佛女 要知道 要知道 世事 寒佛里 处处有姻缘 是世事寒佛里 一处处有姻缘 是世寒佛里 一处处有姻缘 人生成阳佛里 人生成阳灯 修行莫等险 人生成阳灯 修行莫等险 人生成阳灯 修行莫等险 人生成阳灯 中文字幕志愿 直播剧极 南下 通道 悟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